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邢晓静,4日,外交部、文化和旅游部,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,发布赴美安全提醒。 本提醒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。 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陈雄峰指出,近期美国执法机构多次采取出入境盘查、上门约谈等多种方式, 骚扰赴美中国公民、外交部现发布在美国注意安全的相关提醒。 提醒赴美中国公民和在美中资机构提高安全意识,注意加强防范、脱善积极应对。 如遇紧急情况,请及时与中国驻美食领馆联系。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副主任、新闻发言人郁建南指出, 近期美国枪击、抢劫、盗窃案件频发、文化和旅游部提醒中国游客, 充分评估赴美旅游风险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治安、法律法规等信息, 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,确保平安。 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,确保平安。